今晚已經過了上班尖峰時間 但9026國道客運長康醫院站牌前 民眾依舊大排長龍 不過現在卻傳出 10月底換新的客運業者接手 將面臨減班 聽到消息乘客很懊惱 直呼不方便 現在不知道要減班 之前到現在都沒有聽說 那如果減班的話會減南港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差很多 就是到時候10月份就要停了 你們會很擔心嗎 就是比較不方便而已 怎麼做不方便 就是做高鐵啊 做什麼的啊 去南港都搭那條 去南港轉捷運的話 不要搭那條 國道9026已經有13年 從基隆安樂區行駛國道1號 國道3號 往返汐止和台北市南港 因為長期虧損加上疫情衝擊 業者在今年5月貼出了公告 預計今年的11月1號暫停行駛 但有意接手的符合客運 卻傳出了減班 即調整不停靠南港站 讓搭車族覺得不方便 減班的話我可以看 上面車子什麼時間來跟它配合調整 那如果是減站的話 我變成說那一站我要怎麼解決 我不可能走去嘛 對那走去也要花很久時間 變成說這30個人 每一班30個人 全部都要集中到南港展覽館等車 第一 如果有去過那邊搭車的朋友就知道 那邊在平常 只有在15個人的時候 就已經超級塞車了 有時候甚至兩台 甚至最多到三台車子 一直一起騎在那邊 那未來兩台跟三台車子 並排將是常態 那邊會跟本來的1088 本來的跳蛙 還有本來的藍22 藍15線全部都騎在一起 會不會讓那邊的後車 後車狀況更嚴重 第二 我們安樂區有很多人要去搭高鐵 要去搭高鐵最快的方式 就直接坐9026到南港車站 可是現在不到南港車站的話 他如果要繼續到南港的高鐵站的話 他必須坐到南港展覽館 再轉成一般的捷運 再去南港車站 那其實是非常浪費時間 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實施減班 取消停靠南港車站 讓長期以來這條路線 從安樂區到南港轉乘高鐵 捷運的民眾快要炸鍋 政府交通處表示 已經向公路總局提出不同意的看法 目前還沒有定案 還在討論當中 他有同意核准他們籌備 那籌備的部分 至於說他的班次的那個部分 他們有提出來 但是市府也覺得 這個部分跟原來的班次差異太大 那所以要請他們 客運公司要去檢討 那至少在尖峰之類的 要能滿足我們地區的一個需求 不能影響太大 最近的部分 他只是做路線的這個線砍 那正式的那個部分 應該是還沒有定 所以長長管站的話 那就比較不方便 那這個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是要再跟 這個監禮所跟台北市政府 在那邊反應 其實9026的營運業者 在亨召以前就已經表達 不願意繼續經營這條路線 所以當時公路總局 有重新零選的一個新的業者出來 那零選出新的業者出來 其實就我以及我辦公室 就已經向公路總局 表達不妥的意思 因為當時他零選出來的結果 班次就是維持現狀 就是疫情後的班次比較少 第二個是他縮減路線 到達了南港展覽館 所以我當時就 另外他有另外表達要用電動車 所以當時我有向公路總局表達說 這樣的一個規劃不是很妥大 我們認為應該會表達反對的態度 這過程當中符合客運有透過某一些人 去希望能夠競速的能夠來完成 那目前的規劃來講是公路總局 同意符合客運跟緩加客運 在11月1號的時候開始做營運 那我想在這時候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幾件事情 必須要趕快把他移動環遞 包括他的班次的部分 以及最後他南港展覽館 能不能再延伸到南港轉運 在南港社會部門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因為一直持續 在跟公路總局在溝通了解當中 據了解新的客運業者接手 將從每天22輛車 減班剩下15輛車行駛 預計民眾等待搭乘時間 從每班10到15分鐘 延長到40分鐘 另外取消停靠南港車站 對通勤族搭高鐵的民眾來說 衝擊最大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